4051买个175级带个进阶的宝宝 三件化魂套加上点零食 这个号兄弟们没有人说亏的吧 这号的价格有点 震碎我的三观吧 4000块竟能买到这样的17 号价大跌 老王直呼震碎三观 哎呦我去东西真多呀 175阴曹地府 人修的话 175级这样的阴曹地府 能不能过5000这个号 正常来讲是3000多 他比3000500块钱的号 多了500 4400块钱 44004600差不多 第一面板给4600 辅助技能不给钱 技能178和177 再给个500不过分 阴曹地府这个门派也算是不错 看看有没有无底洞的历史门派 原始种族是人族 那就不再加钱 祥瑞是一个限量都没有 行囊拓展了一个 锦衣有一套雨仙哥 神器的话没有 帽子化魂 腰带化魂 鞋子化魂 装备300块 零是 这都是几十的 零是加起来再给个120 还有一套什么定心套 再看宝宝 第一只宝宝送 第二只宝宝200 哎呀我去 自己打造出了一个弱点土 加8敏捷的宝宝装备 高级一只竟然拿出来用 惊呆了 好吧 毕竟是一个进阶的便衣吸血鬼 进阶的不便衣的吸血鬼 夜战鬼魂弱点 进阶了没法回炉 200高不高 150吧 行就这样了 4600加500加300加120加150 最终的价格是5670 这种号应该不会取错的 难道工修的500没算上 4000买的 卧擦 4050买个175G 带个进阶的宝宝 三件化魂套加上点零食 好像是4000关键买的 关键的技能有俩高的 它技能有一个178 有177 卧擦 这号价格掉的 你这么算175G 存有等级的号 得财多少钱 等于2000多 等于2000多 你以为赚了 实际上还得贴 你看看花生多少钱 花生12000 花生9层 全版最低17000 去年的这个价格是26000 23000 这个号兄弟们 没有人说亏的吧 这个号没有人说 他这个号能亏吧 这号咋亏啊 4000块钱买的 装备宝宝 基本版的都有 还有两个高技能 拓展型能 还有一点点 小道具 仓库看看再来点 3400万 资源随便干 先来一个变异 再来一个稀有 来看一下这是哪个服务器的吧 又广点 这号的价格有点 震碎我的三观吧 你要说是最平常的 啥都没有的 就是重修四个十的 没有工修的啊 然后技能全都是150的 175G号 带点装备宝宝 卖4000整 我觉得OK的 他是 有俩高技能 主要是啊 看看这号摆了几天 是不是卖家周迪了啊 给钱就卖 我就是要跑啊 看看他都上架都出售 总共用了多长时间 啊 去年11月份摆的啊 也摆了很久 2月13号都已经 哦 他应该是11月份摆完以后 然后他一直没有看 然后2月13号 然后重新摆的 然后有人定金还价 他选择了给钱就卖啊 没两个技能 他就是3000的号队 但是他有了两个技能 还有额外的工修 那地府你咋说 不少有用 攻击他也能免强玩一玩 是吧 还能再来一张宝图 来随机个好图 大藏境外啊 拉了 大藏境外最好的是高神 来开始 咱们边走边点 不耽误时间 双固伤一伤害 固伤伤害加治疗 封印加法 伤害结果了 固报法 报加春刺了 摸若天女 技能不多 的话亏了 变异海毛虫转了 变异海毛虫转了 OK OK 开局就是紫色的名字 比较一点 生 OK 好的 三千万资源 还给了你一本高级神用护生 还给了你一个变异的海毛虫 OK了 这个许号本身没买贵 心情不错 这三千万资源一干 又不难受了 而且两个八十级灵士 它也是星辉石 啊